再回頭來關心萊豬議題 2021年政府就要開放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口 就在昨天下午 全台都超過8時間的進口商 發出聲明說絕對不會進口萊豬 而且也會清楚標示 是不是含有萊劑 對此養豬協會也回應 提到這樣的做法 是有力維持台灣豬肉的銷售現況 不過農委會這邊說了 這符合市場機制 也承諾政府一定會做好把關 還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 即將在明年正式進口到台灣 儘管政府已經明令 必須要明確的標示 不過民眾對於吃不吃得到 還是非常的擔心 而就在三號的下午 全國進口豬肉協會 也推出了聲明 表示是要禁止含有萊劑的美豬進口 政府的工作就是把市場的制度做好 所謂的市場制度 就是讓消費者在市場上 或在餐飲場所上 不管他消費的豬肉跟豬肉加工品 農委會強調台灣民眾 食用豬肉的習慣 還是會以溫體豬肉為主 而全台約有一百多家的豬肉進口商 這次參與連署的都是中大型業者 市占率達到八成五 相當具有代表性 而台灣養豬協會也表示 這樣的做法 可以奏就消費者進口商 和台灣豬農的三飲局面 不過從台灣人的飲食習慣上來看 大多喜歡是豬內臟 而萊劑殘留又剛好以內臟為最多 對此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則是這樣回應 強調食用豬內臟 還是會以本地的溫體豬肉為主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也表示全台七成的溫體豬 不會因為美豬進口而被影響 且校園也都會以本地食材為主 進行烹調 呼籲民眾無需過度擔心 華日新聞晚上羅大維台北參謀的 趁吝 搬 比較 下個